这个生活着 所以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好 我们再继续接电话 下一位是湖南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张先生 张先生可能不在线上了 那么下一位 喂 听得到吗 听得到 请说 江先生好 好 请讲 这个嘉宾好 你好 我想提一个对这个嘉宾提个问题 再给我谈点看法 一个呢 刚才这个嘉宾 是对华协会的会长 我请问是美国对华协会的会长 是不是啊 是的 再一个呢 我请问一下 这个机构是不是个慈善组织 再一个对华援助的一些机构 在中国有些什么项目 是不是慈善机构 比如说这个中西部 这个贫困人口 这个赞助 是不是做这方面 工作的啊 好 下面我跟那个 关于这个埃及的问题 埃及最近出了事啊 对中国是不是影响 我昨天晚上已经 讲了这个问题 我认为呢 对中国影响 没什么 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我认为呢 发生这种情况呢 一个是国家经济 有很大的问题 你像腐败问题 高事业问题 高通胀问题 这些问题 导致一些问题积累起来 导致埃及发生了这个变化 这个刚才这个埃及的外长 也向世界呼吁了啊 各国家对埃及 进行援助 援助 我就认为呢 这个中国现在这个经济发展的势头 是相当强劲的 所以我认为呢 不会发生 这个像埃及这种情况 这个穆巴 那个穆巴拉克下来以后啊 你像这个巴拉迪 和这个穆斯林兄弟会 我看他们这两方面呢 都是美国不喜欢的 如果埃及这样下去的群龙无走呢 张先生先到这里吧 可能就会发生动乱 好 谢谢张先生打电话了 那么我想确实是 可能那个有些听众观众呢 想了解一下 那个对华援助协会啊 是做些什么公司 请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 好的 对 我们对华援助协会呢 我们是一个 这个基督徒的维权组织 那么我们主要的这个宗旨呢 是推动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 以及这个法治 这个公民社会的建设 那么所以 凡是因着这个宗教信仰 受到这个当局 这个或者地方迫害的 那么都是我们所 关注的对象 那么还有因为这个法治的 就是被践踏所产生的个例呢 也是我们关注的对象 所以大家可以去那个 chinaaid.net上去呢 就查阅我们相关的信息 我们也欢迎中国国内的听众呢 能够及时向我们提供 这类的关于这个违反 征就这个自由 以及法治方面的这个个例 我们也会 就是说那个根据个例的情况呢 分别做出一些这个实际的帮助 好 我们再继续接电话 下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请讲 我觉得大家说了半天吧 都有点跑题了 今天的题目是 奥巴马对中国的人权现象 是不是重视 像陈光诚一个合法的公民 他做的一些维护自己 和人民群众权益的事 在中国这个大监狱里边 受到迫害 应该引起国际社会 尤其是奥巴马总统等西方社会的 领导人的严重关注 并且正巴紧的向中国政府 提出抗议和交涉才智正理 别的闻周周的说半天 都起不了什么作用 谢谢主持人 谢谢李先生 那么说李先生谈到 这个陈光诚的这件事情啊 我们确实是美国政府 有没有就这个陈光诚的遭遇 这几天表态呢 或者对中国提出交涉 对中国政府 对我们是刚刚做了 对华盛顿呢 组织了一个 从中国国内的维权人士的 一个代表团 所以上个星期呢 来这个华府 也出席了这个国家导谈导会 也这个拜访了 包括白宫国务院 以及一些国会 这个参众两院的领袖 从美国这个 奥巴马政府的态度上来讲的话呢 针对这个陈光诚的这个议题 针对这个北京著名的这个基督徒法律 维权这个律师这个人士 范雅峰博士 被这个酷刑的问题 这个现在还在被软件的问题 那么是我们两个在整个议题 在两个会谈当中啊 这两个关注的这个个案 当然其他的这个维权人士 我们也提到了 对啊 包括这个诺贝尔将获得着刘晓波 和尤其他的太太 最近也被失踪 这个高之胜 就荣然被失踪 这些个例呢 我们都向这个相关的部门提到了 那么就在我们访问期间 就是说我们收到了这个 陈光诚的软件当中的录像 所以这2月9号 我们就把它播出了 那播出之后呢 那我们也紧急就是这个约见了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这个人权事务室的主任 Scott Busby 以及这个副总统拜登的 这个中国事务这个特别顾问 所以我们都有做了 40多分钟的会谈 那么从他们这个态度上来看呢 就是说对方还是就是说 是提出来是一个持续关注的态度 那么我也向美国国务院呢 特别提出来 希望他们发表一个正式的声明 但是呢这个文稿呢 是已经这个在 据说在国务院里边呢 已经起草完毕 但是呢被这个最后一刻呢 被副国务卿这个Standberg 给这个否决了 那我注意到礼拜五的时候呢 那么有一个折衷的方案出台 所以路途社呢 就法庭社就特别也 就是说有一个特别的报导 提到了国务院呢 以一个国务院 匿名官员的身份 对陈光诚 最近是受到的迫害呢 表示严重的关注 并且这个公开的 就是端促中国政府呢 立即就是说 就是给陈光诚呢 以这个行动自由 和这个就医的权利 所以我想这个 就是说最近还是有一点积极的变化 但总体上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说奥巴马政府 是可以做得更多 更有力 更能够有原则性的 来推动中国的人权的进步 但是陈光诚的录像里边 我觉得说的一句话很好 他就提到那么中国的整个的进步呢 当然要有国际的这个压力 国际的关注 但是呢 他说归根结底 还是要靠 他说说的中华儿女 我们自身的这个奋斗和努力 那么所以这一点上呢 我觉得陈光诚自己呢 在如此艰难的环境 一个盲人的身份 在这个大监狱里边 竟然勇敢地发出这样的呼吁 他说那个 他甚至提出来 他说这一次呢 他知道这录像公布之后 他当局可能会对他采取 像高志胜的那样的人间蒸发的手段 但是呢 他说这个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甚至呢 就是把他的两个孩子呢 托付给朋友 说如果他们出事了 那么希望朋友们 我这里呢 收到一些这个电子邮件 我先念一个 给您听一听 我们这个网友写到 说人类社会解决矛盾呢 都是先选择对话 对话无法解决呢 就只有通过暴力了 中共维持独裁统治 必然要垄断国家资源 压制人民